气候变迁问题严重 联合国预估 2030年40%的国家都会面临缺水危机 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全球风险报告中 水资源在前几年的风险排行中都位于两三名 但今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风险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 全球有近五成人口都面临用水短缺 从图表来看 最严重的地方落在北非、西亚到中亚区域 而美国、中国两国属于中高度水资源压力 台湾仍属于轻度压力的缺水情况